好消息!女排赢回一伤退大将,两支小分队会合力争南京总决赛夺冠。 借助东道主的优势,中国女排已顺利进入月底进行的南京总决赛,因此,朗岛并没有派出主力球员,颠簸前往德国参加德国斯图加特战,而是一亲一役留在北京集训备战总决赛。 虽然总决赛冠军的意义不大,但朗岛还是给予了充分的重视,绝不允许随意输球。 在赢回了德国小分队的全体14名球员后,中国女排继续在北京积极备战,希望能在总决赛开始前尽量解决一传不稳的问题,能够有足够实力去和巴西、荷兰,甚至是美国法尔维亚等世界强队掰手腕。 本周,狼指导率领以朱婷为首的北京小分队苦练异传技术,每天的主要工作量就是砸异传。 虽然训练项目很枯燥,但在朱婷的带头感染下,苦练异传的几名主力和新球员都非常积极主动。 而由安家杰带领的德国小分队在北京时间15日凌晨打完和土耳其的比赛后,就马不停蹄赶回北京。 仅仅仅24小时后,16日凌晨,德国小分队顺利回到北京训练基地,仅仅得到半天休整,甚至没有倒完时差的德国小分队球员就已经投入了新一轮的训练中。 中国女排在过去的五战分战赛中,成绩不尽如人意,仅仅取得七胜八负的战绩。 比赛暴露出了一船不稳,公传失配等问题。 现在离总决赛开赛的日子只有十天了,中国女排抓紧下期时间训练,可以看出,狼岛对于接下来的南京总决赛重视程度很高。 这从狼岛对德国小分队的评价可以看得出来,狼岛认为,德国小分队表现达到预期,表现出了不错的精神面貌,但光有精神面貌不够,技术更要精益求精。 可见,狼岛认为,狼岛已经不再满足于锻炼球员的阶段,更是要求女排队员们能拿出最佳状态,迎接南京总决赛舞台上,来自荷兰和巴西等小组赛对手的冲击。 而在德国站白角提前被换下的龚翔宇也已经回归球队,参加合练,这对于关系女排的球迷来说,无疑是一颗定心丸。 在刚刚结束的德国站比赛中,龚翔宇拿下46分,荣英队内得分王,82扣34中,41.5%的得分率非常不错。 另外,篮网拿到7分,是全队第二高的球员,能篮能扣,龚翔宇在德国站的表现,完全称得上世界级水准。 随着她的及时回归,中国女排无疑手中又多了一张王牌。 据了解,中国女排将在北京和练几天,然后提前几天赶往总决赛比赛的南京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